嗨 大家好 我是小許 那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的搖骨的三組的小獎系列 到底這五張小獎哪張比較實用 優先練的順序又是什麼 那以下分享我的看法大家可以參考 那首先呢 我們因為他這一次的小獎 不像幻影旅團系列 就是全部都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他這一次的話分成三個種族 龍、獸、神 所以呢 其實硬要講的話就看你 你主玩哪個種族隊伍 你就當然先練那個嘛 如果說你玩龍隊那你當然是先練龍的嘛 那如果說你沒有玩神的話 你就不會優先去練這個馬杜克嘛 那但是呢 整體來說我個人覺得 最實用的小獎是這張四張啦 因為他本身提供的功能呢 比較沒有其他卡片可以取代 因為他是龍類的第一張消除附加效果的卡片 而且他還可以讓隊長佔有增傷 放在青龜裡面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之後可能會再出一些什麼 負面的效果啊 青龜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把它消除掉 我覺得這張是必須優先把它練起來的 所以這幾張裡面我也是先把它練滿技 滿技的話是CD7 那再來要值得練的話 我覺得是水環啊 因為他的話說可以在青龜沒變身的時候 因為青龜沒變身的時候回復能力是非常差的 大家都知道 因為你沒變身的話 沒有那個自動自己轉龍族出出來的隊伍技能 所以他只能靠吸血的之類的 那水環的話他就是可以產出龍族扶石 而且可以一直持續 持續到你的血量50%以下 那大家知道青龜變身前他的血量都是很高的嘛 所以要到50%以下也是有一點難度的 所以當有一些關卡他可能需要比較高的死血 那青龜沒有辦法變身的時候 又需要回血的時候就可以 帶水環去回血 消腫竹豬回血 那另外除了回復力變你以外還有這個 回復力變你沒差 因為青龜本身就不是靠回復力的 然後龍類攻擊力又有兩倍的增傷 所以我覺得他放在青龜裡面蠻適合的 放在新的這個艙壁裡面也可以啦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會是我第二優先把他練滿的卡片 那再來這張馬杜克可以說是那個恩利兒的專武 因為你只要開了他 那這個場上有附加效果就是代表恩利兒開技的時候 就是等於是像巫女這樣子 那有附加效果的話呢 他自己跟恩利兒攻擊力三倍 就可以讓恩利兒變得更暴力 現在其實已經很暴力了 讓他變得更暴力這樣子 另外他本身的技能呢轉心強齁 而且是轉很多齁 除了原本版面上的心以外 目光暗也就變成心強化 所以會變成只有水火不是其他大部分都是新竹齁 要解一些新竹盾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啦 不管是神竹隊還是火隊 那另外也可以補足這個恩利兒缺少的回復 就可以開這張來補血 只是要注意的是開技能的時候齁 就是可能會導致新竹有點多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解除凍結符石這個就還好 因為之前已經有有地拿了嘛 那但是我覺得這張功能卡呢 會是我第三選擇把它練滿的齁 那再來這兩張齁 蝗蟲的話他也是龍 不過呢他比較適合拿來打這個奠極盾 雖然說之前沒有出這張卡的時候 像青龜這種暴力隊長 他都是直接硬灌過去 因為之前出這種電擊盾就是狀態盾 你如果說沒有把它電擊的話 你就是要打他的10倍血量才有辦法把它帶走 那青龜這種暴力其實沒差嘛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除非官方出一個齁 沒有電擊就完全沒有辦法對他造成傷害了 不然的話其實蝗蟲好像也不是說很必要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後面再練的順序 因為他就只有這種情況可以出場 然後延長移動符石時間至12秒 這個就還好 那隊伍中只有龍的話延長至25秒 但是你會為了延長25秒而去把它放進去嘛 這個其實像青龜他本身的轉速時間也算蠻長的齁 所以這張我就把它放到比較後面 那我放到最後再練的我會學的是死兵賽齁 因為 除非你很喜歡維洛妮卡這張隊長 你會把它拿來當作通關的隊長選擇 我自己玩玩我是覺得維洛妮卡 他不是一張很強勢的隊長 那他的話 就是要配合維洛妮卡吧 或者是放在隊員 配合一張戒王拳 配合維洛妮卡 放在維洛妮卡旁邊 可以讓他的戒王拳傷害再更高 這樣子 也可以這樣使用 那我覺得不是說非常的必要 因為他本身的技能 除了增傷以外 他沒有其他 額外的效果 沒有其他額外的解鈍能力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比較後面再去練 那以上呢就是我自己 個人的看法了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也歡迎在下面留言齁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